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今天继续白化佛法 学佛人要说佛陀的佛言 行佛陀的佛道 我们要学佛陀的教义 佛陀留下很多的无价之宝 告诉我们修行之众 必先克其裂心 所以我们每个人学佛 首先要克制自己裂根性 和在五欲六成当中所染拙的东西 所以要长存毁 经常心中要有毁意 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 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亲 过去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学 多存善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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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善念 因为你的善良和善良就是引导着你语言 行为能够行善的一个根据 所以多行善念和善心之后 你会有善愿发出 有善愿的人 那么你就会言语律及 那么也就是说自己能够守戒了 有愿力的人说 我今天要做一个好孩子 那他就不会乱来 我今天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就不会去嫉妒别人 去贪嗔痴慢义 心智 你的心里的智慧才能明亮 心智才明 虔诚乃唱 就非常的顺畅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的人 就只顾自己我行我素 我今天想干嘛 我今天想干嘛 慢无他人 就是傲慢 心中眼中没有他人 功高我慢 那么你就不能明法正生 也就是说 你心中不能知道 什么是正的能量 正的法 你也不能用自己正确的身体行为 所以你这一辈子可能就会断送你的慧命 你怎么样能够到佛之彼国去呢 所以很多人没有慧命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当我们要修行的时候 会有诸多的魔障 所以必定要坚其道心 我们人要意志坚强 学会勇于承受 能够担重镇于生 就是要救度众生 要弘法 要立身 所以不要被人间的五着恶势所缠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很容易被五着恶势所染灼 过去说染成所染 就是这种灰尘啊 会把你染灼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被这些五欲六成所染 就是要佛之正气来护之其身 要用佛法的正气正能量 我们永远不要生出去伤害别人的思维和念头 不要去嫉妒别人的意念和思维 你这个人就敢于担当啊 你这个人就浩然正气 你再凶猛的波涛 能耐我何呀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能够在 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 继续学好佛 自古以来很多的高僧大德 他们就是能够明心见性 不管周围发生什么 不管心中产生了多少魔障 都有能力去把它克服 那你就不会成为无名之重 否则你就会成为一个无名之重 所以修行最难超越的就是心中的魔障 心中的魔障 就是你心中的障碍 就是心经里面讲的你的挂爱心 你有挂爱心 你什么都放不下 什么都挂在心中 所以一个人要有正气正法 正性正念 你才能克服这一切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要好好地学习佛法 救度众生 能够修行之经 就是修行的经典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得 观世音菩萨传授我们的这个正法 就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灵 改变我们上至天 中至人间下至地府 我们能够要去救度万劫之声的悲苦中度 所以不应该去想得太多 不应该去放不下 一个人学佛的人要胸阔如海 坦然正法 什么叫正 能够用菩萨的正法来对照自己 在法界中能够接 人间天地制浩然正气 广度有缘 悲鸣 无名众生 这些都是你以最爱之情 来感化众多的有缘众生 所以我们要真心地帮助众生 来改变他们 去怜悯他们 去感动他们 这样才真正地显示出 我们佛之本性 愈悦自我 大爱 无疆 所以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很多难度的无名之重 我们要动之以情 失之以礼 表法最重 你看看法师佛法生三宝 为什么称为一个宝 就是表法 就是表法 所以众生 因为在人间 人之有情 殊不知 不能被人之感情 所染 否则你就进入了红尘 这个感情之中 所以我们要学博 要信心 要有信心 要清净慈悲 要用菩萨的大爱之声 与天地同宽 以宽厚待人 以善为本 人心 归一 所以这样 你才能 救托更多的苦难众生 所以我们学佛 不但自己要解脱 也要让更多的苦难众生 也要帮他们解脱 因为我们 无始节以来 有很多的业障 和身上的 这些灵性 这些业障 所为 造成我们在修行当中 困难重重 那么这些困难 造成了很多人的懈怠 无名 造成了很多人的贪心 由贪慢慢地 转为嗔恨心 由称恨心 慢慢地转为 愚痴心 而这些 本身 就是因为 唯心所造 每一个贪心 每一个念头 善恶 都是心 所以要善 善念 长存 要善 愿 永存 长存 在自己的心中 要斩断 人间的 五欲 六成 佛陀曾经告诉我们 众生之欲望 众之欲望 如水火之毒 带 尽其生命 佛陀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众生活在人间 我们的欲望 就像水和火一样 能够烧着我们的 能够把我们的生命 烧光 烧到我们生命结束 水把我们淹死 火把我们烧死 为什么呢 我们在欲望当中出不来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要善恶分明 恒常 去想一想 常思几过 一念善 月云霄 一恶念 堕九泉 所以 妄念 欲望 欲念 贪念 还有爱念 恨念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 越过 所有的障碍 要越过 罪孽 这样 佛陀说 我们才 尽于 佛之 彼国也 所以 所修的人 要 真修 实修 做人 要 坦荡 我们 佛陀 观世音 菩萨 所有的 隆天 护法 都会 保护我们 这些 经修 之众 因为 佛 把我们 视为 佛中 之宝 因为 修行的人 菩萨 佛 常常的 在 观照着 我们 实时的 在观望着 我们 他们用 佛光 在 护佑着 我们 观世音 菩萨 慈悲 所有的 孩子 无时 不刻 不来 观照 我们 我们 学佛的人 虽然 因缘 不同 感官 略有 差别 有的人 有感应 有的人 感应 差一点 但我们 要 懂得 要常感 念善举 多元 众生 就是 我们 经常 要感恩 自己 和别人 所做的 任何的 一个 善举 行为 多多的包容 圆容 众生 我们 才能 回到 光明的 佛之 大道 破 离开物 离苦 得乐 学佛人 因为我们 过去 种下了 无名的 因 所以 轮回 为人 所以 学到 后来 就要 修回 本源 我们 要 无在 无业 才能 变得 轻 一些 才能 赶上 我们的 法传 其实 修心 很多人 讲究着 你修 哪一个 法门 不管 修 哪一个 法门 不管 跟着 哪一尊 菩萨 或 佛 他的 法 你只要 能够 融入 其中 你只要 能够 得到 法位 提升 和 进化 自己的 心灵 你就是 在 慢慢的 往前 走 一步 一个 脚印的 在 接近 你的 本源 所以 我们 真正的 解脱 之道 就是 要 用 自己的 定 和 智慧 凡是 一个人 能够 定得下来 那 这个人 就拥有了 佛法的 智慧 所以 定能 生慧 要 时时刻刻 关闭你的 六贼 眼耳鼻舌 生意 把你的 五蕴 色受 想 行事 贪嗔 吃慢 仪 要 全部的 修掉 所以 我们 修心 就是要 修掉 我们身上的 全部的 那些 人间的 坦诚 是慢 一 清除 我们心中的 杂念 保持我们 心中的 净念 就是 干净的念头 那你的 精气神 才会 合一 那你的 天地人 才会 在你 心中 合一 那你的 元神 就是我们说 佛的 本源 才会 被你 激活 那你 活在 这个世界上 你 神清 气爽 你有 目标 的修 你一定 会 解脱 这个 世界的 红尘 的烦恼 走进 佛的 光明 大道 在佛经上 经常说 这个 干慧 变者 口皮 大致 提了 这个 心态 其实在 佛经上 干慧 就是一种 思维 和他的念头 这个 一种 见解 那么 干慧 变者 口皮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人 要 正确的 见解 正确的 思维 不要去 耍小 聪明 不要认为 自己 的 见解 是正确的 不要玩弄 口舌 是非 歪理 很多人 讲话 总喜欢 歪理 十八条 对不对 你这个 言语 如果说的 好的话 那么 道心 这个佛道 就心旺 你这个言语 说的不好 叫言语 道断 言语 道断的话 你就 心形 触灭 也就是说 你心里 的行为 这个地方啊 你好的佛法 佛道 就被你灭掉 你要自己要正悟啊 要正确的来领悟 你用这种变才 无论怎么想 怎么变 怎么说 你心中不正 你讲出来的一定不是 真道 所以有大智慧的人 极了心态 就是说 有大智慧的人 能够了解自己 和了解别人的心态 感谢